今天9月23號星期五 早上的11點15分 來自16個 來自16位 全省16位的身心障礙者藝術 藝術家 在這邊舉辦了 藝術巔峰創作的連長 藝術創播的連長 剛剛蔡英文蔡總統也來這邊支持 也來這邊支持 剛剛記者也訪問了廖建一廖先生 用口袋做畫畫 就跟記者一樣 記者是四肢癱瘓者 四肢癱瘓者 你看這些藝術的作品 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非常的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有特色 讓我們看看這幅 這幅貨品是 謝映宏 他的油彩畫 謝映宏的油彩畫 遇上紅綠燈 遇上紅綠燈 這幅畫看起來非常的鮮艷 遇上紅綠燈 這邊 這邊有16位藝術家 連長 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 這邊展出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然後呢 禮拜六禮拜天 來這邊參加展覽 參加看看這些身心障礙者 創化的過程 每個創化過程非常艱辛 因為他們是長戰的人 身體有肢體有障礙的人 非常的辛苦 我們會歡迎我們的民眾來這邊 給他加油打氣 所以民眾來這邊加油打氣 來有興趣的話 來給他贊助 來給他購買 記者燕國榮在國父紀念館的報導